Hi everyone,我是Kennigy 歡迎收聽尬聊音樂 非常開心你在2020的倒數 應該是最後一天了 我希望應該是在倒數兩天 就是30號的時候發布 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忙得過來 所以有可能是30號 有可能是31號 那沒關係 就是很開心呢 能夠在這個最後的兩天之內 再跟大家好好的來聊音樂 那其實我應該是上個禮拜 就是星期五就應該要發 但是我真的是沒有時間 非常非常的抱歉 太忙太忙了 我事情太多了 尤其是這個年底 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嘗試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那之後有時間 如果等這些事情都塵埃落定了 再跟大家好好的來分享 那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好好的來聊 我覺得在這一年度 2020年整個 華語樂壇的 我自己對華語樂壇的 見解 一個淺談 這個樣子 那其實在今年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不只是華語樂壇 整個全球的音樂形勢 都越來越線上化了 我覺得大家最有感覺的 應該就是有各式各樣的 線上演唱會的誕生 像是阿玲啊 維里安啊 JJ林俊傑啊 清風還有五月天 都在今年舉辦了 線上的音樂會 來滿足歌迷朋友們 想要現場聽演唱會 那種小小的遺憾 那除了演唱會之外呢 大家知道嗎 在今年啊 根據統計 就單單Spotify這個 音樂串流平台的使用人數 已經來到了3.2億的用戶了 相較於去年的這個時期呢 增加了29% 而且啊 付費的使用人數呢 也增加到了1.44億人口 是非常可觀的數字啊 比起去年這個時期呢 增加了27% 而且這還只是 Spotify的數字而已啊 我還沒有算像是 KKBOX啊 或是Apple Music 還有全世界各地 有他們自己的音樂串流平台 那其實音樂串流平台的絕情 大概可以追溯到 2000年左右啦 也就是大概20年前 整個網路的概念啊 走進人們的生活中 當然音樂產業也不例外 當時啊 從國外開始有一個叫做 P2P的概念 中文的翻譯叫做 對等網路啦 Peer to Peer 也就是說呢 用戶們可以在這個P2P的平台上 分享音樂影片 然後提供大家去下載 所以如果像我一樣是 七八年級 七八年級生的聽眾們的話呢 應該會滿有印象的啦 像是一些F開頭Y結尾的網站 我們可以在那邊下載到很多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當時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就是第一批的用戶嘛 我們只是想說 哇賽 這東西也太方便了吧 不用錢耶 然後連 這是不好示範喔 我當時覺得說 哇連買到版的CD的錢都省了 不好示範啦 我也總買過那一兩張嘛 那也是小時候不懂事 那其實整個音樂產業啊 在面臨到網路平台的串起之前 他們其實還在努力的想要解決 盜版CD的困境 但是殊不知啊 更大的危機馬上就來了 就是網路的生活化 那其實在當時啦 我覺得不只是台灣 全世界的音樂工作者們 對於這個P2P的誕生 是非常非常的生氣的 因為他們花了大把的鈔票 把自己的創作靈感 變成音樂 然後再變成CD 想要的呢 就是希望歌迷們 可以聽到自己的創作 就是把音樂帶回家啦 來聽自己的創作 來聽自己的作品 但是所有人在那個時候 卻不用花錢 就可以聆聽到他們的音樂 那他們的收入哪裡來呢 對不對 所以最大的問題就出現了 版權 這些P2P的平台呢 不僅沒有授權他們的創作 還散播他們的心血 所以整個音樂產業 毛起來 想要把這些P2P的平台 給弄不見 最後他們成功了 但是 實體的唱片銷售量 卻沒有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而回升 那因為啊 在這幾年的期間 P2P的平台大部分 有些倒了 然後有些追求轉型 他們知道這是一塊 超級大的肥肉 因為人們已經習慣把音樂帶著走了 啊 音樂帶著走了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MP3的普及 MP3的出現啊 對整個音樂產業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轉捩點 他們必須得要做出改變 才能面對這個世界 帶給他們的變化 但是 版權問題就還是彈在那邊啊 對不對 就當時啦 其實音樂產業與P2P 還是處於一個非常敵對的關係 因為音樂產業不信任P2P 但是P2P想要賺錢啊 那在那個時候 音樂產業真的是 我覺得算是處於一個很尷尬 然後又很矛盾的地方 因為他們不想要就這麼 承認世界對於聽音樂習慣的變化 但是你實體的專輯就是賣不出去 那怎麼辦呢 所以最後 我覺得促成這一次轉型最大的原因呢 還是是因為P2P平台帶動整個數位下載的風潮 所以在最後呢 他們就達成協議 讓用戶們呢 在這個平台上支付專輯歌曲的費用啊 才能讓他們將音樂下載到MP3的播放器 還有像是iPod當中去聆聽 那在同一個時間呢 其實在科技業的層面啊 最小像是微軟推出的Windows Media Player 還有蘋果推出的iTunes 將數位下載推到了最高峰 那也因為當時的iPod 算是已經主宰了整個MP3的市場了啦 所以也幾乎為iTunes贏下這一場 數位下載的戰爭 那其實數位下載這個風氣啊 一路盛行到現在 幾乎是把整個實體的唱片販售給打趴到了極點 但是最令人訝異的地方呢 在今年根據美國唱片業協會的統計啊 自80年代以來第一次也就是首度出現 黑膠唱片的銷售額超越了CD唱片的銷售額 完完全全令人就是意想不斷 你看CD都已經漲下去了 居然在今年耶 黑膠唱片的銷售已經超越了CD了 就是一個懷舊復古風啦 但其實我覺得也不只是美國 台灣也差不多耶 老實講 現在大家買專輯啊 已經不是要把它拿來聽了 它就像是一個 嗯 紀念品 就是想要支持這個歌手的舉動 花錢支持他這樣子 然後把它好好的收藏 所以從大範圍的來看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台灣音樂產業上面的一些改變啦 我覺得 我就拿金曲獎來說好了 每年大家都看得到東西嘛 就是 音樂產業上在華語樂壇裡面 大家比較有目共睹啦 每年都可以看得到的 大概在10年前左右呢 數位下載已經是很流行了吧 對不對 金曲獎呢 就多了一個獎項了 叫做最佳包裝獎 那現在這個獎項呢 叫做最佳裝政設計獎 一方面可能是希望對於這些 設計專輯包裝的工作夥伴們 能有一個獎項 好好的來鼓勵他們 好好的來謝謝他們 但是另外一方面啊 我看到的 就是音樂產業對於實體專輯上面 做的改變 他們把專輯做的更精緻 更漂亮 更有概念 最重要的 更有收藏價值 所以呢 對於喜歡這位歌手的歌迷朋友 就會覺得說 哇 這支專輯也太猛了吧 就弄成這樣子 我沒有買到這支專輯也太虧了 的這種感覺 所以就叫大家 買起來 所以呢 我是說買喔 三聲買 不是那個買喔 買起來花錢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音樂產業啦 對於整個時代的轉型 就是他們要怎麼樣讓聽眾們 繼續掏出口袋的錢錢們 來買你這個酷東西呢 他們就必須得要想辦法做出改變 所以其實我前一陣子看到 陳琳九的新聞啊 就是他不是被粉絲說什麼 不要把粉絲當提款基因 然後不要賣會員制度嘛 但我想說的是齁 你們知道做一首歌的成本有多 多大嗎 就是有多昂貴嗎 我們其實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 我們先從唱片公司這邊來說好了 如果你今天 你不是一位創作歌手 你首先要面臨到的就是詞曲的邀約 就是你要邀歌啦 那其實行情價大概就是三萬塊左右 詞大概一萬二曲大概一萬八 左右啦這個上下 那有些可能知名度比較高的 作詞作曲者可能又更高 這些你們上網查應該都查得到 應該都有 那好 詞曲有了 再來要不要編曲 編曲也要吧對不對 編曲的行情呢 大概也是三萬塊左右 你編完之後 要不要有人來談 要吧對不對 對 東西要有人來彈奏 要有人來演奏啊 但有些人一定會說 欸 我不用啊 我全部都咪的 就是混音的意思 mix 我全部都咪的 但是我必須得說 不好意思 有些樂器呢 是無法被電腦的這種 虛擬音源給取代的 像是 吉他 bass 弦樂 弦樂 那個刮來刮去的 你要怎麼防出來 現在好像快要 就是慢慢有這樣子的技術 但是那個plugin也是 貴到不行 好不好 對不對 所以好 這個時候 你要有人來談嘛 這時候就要看你找的人是誰了 如果你找的是大師級的樂手 哇 那可能就是天價了 那應該不是什麼行情價可以解決的 那如果 我們回歸一點 我們請錄音室裡面的樂手老師們呢 那一首歌大概六千到三萬 都有可能啊 不等 所以我們就取個中間值 一萬五好了 好 再來 進入到錄音階段 一般的錄音室 純錄人聲的話呢 一個小時的那個錄音室 大概一千五左右 那如果你是在一個很安全 很safe的情況下 很快的把它錄完 大概也四五個小時跑不掉 那你錄完你的主唱 還有和聲要錄吧 和聲錄下去就是double的時間了 大概就是八個小時左右 所以一個小時一千五 那八個小時就一萬二 嘿 沒錯 一萬二了 好 那你唱歌 基本上就需要一位配唱老師 配唱老師就很像聲音的導演啊 指導歌手呢 去詮釋歌曲的技巧啊 還有情感方面的這樣子一個角色 那配唱老師的行情價大概也是兩萬塊左右 再來呢 進入到了後期混音階段了 所有的東西錄好之後呢 包括人聲啊 樂器啊 那些東西都錄好之後呢 就要開始混音了 那也就是大家所謂的migela mix 混音的這個意思 那混音要誰來混 當然就是混音師嘛 混音師基本上也是看個人 混音師在市場上的價格 去做一個收費的動作 但如果我們今天都不要 不要談論那些 一首歌 基本上也是一萬以上啦 大概就 我就取個一萬好了 那混音師就要有空間嘛 你要混音要有空間啊 那這個空間哪來呢 就是混音房 所以如果呢 你想要找到一個很好的混音房 像是那種千萬混音房 設備超好 能用的東西超多 效果界也超多 基本上它都是讓你租一整天的 大概十二個小時左右 那這樣子十二個小時 也是兩萬到兩萬五 可能更多喔 但是就差不多落在這個區間啦 那我們就取兩萬 好了好不好 最後呢 混音混完 進入到了後期的母帶處理 其實母帶處理 大家可能比較沒有概念 它跟混音是蠻不一樣的東西喔 就是歌曲混音好之後呢 會分成左右兩個聲道的音軌 送去給母帶處理 就是母帶的回音師做處理的動作 那母帶處理呢 就是在最後去做整個聲音上空間力度的調整啊 讓這首歌曲可能更加的溫暖 更加的有個性 或是更有律動 那或者是聲音更大顆 還蠻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平衡整張專輯 每一首歌的音量 讓你從第一首歌到最後一首歌 不會有太大音量上的差別 基本上就是說 你可能聽到第五首的時候 你不需要特別轉大聲或是轉小聲 才聽得到歌曲這個樣子 所以後期的母帶處理呢 行情價也是大概在一萬左右 OK 我們就來算算看 從一個開始的 來 詞曲三萬 編曲三萬 樂手一萬五 錄音一萬二 配唱兩萬 錄音師一萬 回音師一萬 回音房兩萬 母帶處理一萬 這八樣東西架起來 十四萬七 謝謝大家 而且這只是一首歌的金額 重點就是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加入錄音師啊 那些要去校正的那些過程的金額 我都還沒有算進去 所以十四萬七 這是一首歌的金額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天真的覺得 哇 對一首歌就是十四萬左右 不可能 一定是更多的 因為像我剛剛講到 像是回音師 配唱師 還有 可能如果你不會和聲的話 你需要請和聲老師 那些 那些人 那些專業的角色 他們的金額都是隨著他們在市場的 市場的價格去波動 可能去起伏的 所以一定是更多的 而且你一整張專輯有十首歌 所以一張專輯光錄音混音到最後 音樂出來 還沒有最後CD的壓制喔 你就可以知道 哇 一張專輯其實製作成本這麼大 但是大家都不買 那歌手賺什麼 對不對 所以沒有錢拿來做好音樂 沒有錢大家怎麼聽到有質感的聲音 所以大家有發現嗎 在近幾年 尤其是 今年真的不算 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 演唱會變很多 活動也變很多 唱片公司變得更有創意了 因為他們要開源 用更多的管道去吸引消費者 但同時能做到 喜歡的人才買單 不喜歡的人則不 這個原則 所以我覺得這是 目前為止 對於歌手以及粉絲們 比較好的互動模式 我自己是蠻支持的 所以 那時候陳零九那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我自己是覺得 哇 真的是還蠻心疼的 因為他們如果沒有這樣子的方式 大家也不買實體的專輯 有些歌手甚至連實體專輯都不出了 他們就是數位發行而已 所以 其實大家還是得要好好的去支持你喜歡的歌手 如果你今天發現他們有出一些 很多周邊的活動啊 這些金額是你可以負擔得來的 你們就大膽的花錢吧 因為畢竟是你喜歡的歌手啊 那其實以上呢 我剛剛說的都是從唱片公司的層面去看 音樂製作 我還沒有舉例從設備啊 器材的方面去看音樂製作啊 因為像我剛剛講的 你看我們錄音需要用到的麥克風 還有回音要用的回音軟體 硬體的效果器啊 監聽用的喇叭 這些東西呢 都是動輒十幾萬 甚至百萬都有可能的 但是我們最後都用月費149的串流平台 來聽MP3壓縮檔 是不是蠻諷刺的 好我們耳機挑好一點 我們AirPods 7000多塊 蠻貴的了吧 但是怎麼比 他們前面那些 所有的前置作業 所用的東西 都是幾十萬 二三十萬在跑的 你要怎麼比 所以我覺得他 大家才會一直說 我們要呼籲大家 希望歌迷朋友們 買專輯還有CD回去聽啦 常常聽到歌手們和這些音樂人們 真正想要給聽眾聽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最細膩的地方在哪裡 但是今年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由我們的KKBOX大大 推出了一個HIFI的無損音檔 也就是與CD規格相同的音檔 都是用44.1Hz 然後16bit 那這個技術呢 其實在國際上有一些串流平台 已經開始在做了 像是歐美國家的Tidal 還有東南亞地區的Jukes 還有香港啊 中國地區的Move 那都有像這樣子的真無損音檔 那非常開心的是 KKBOX在今年呢 帶來了這項服務 我自己啦 有拿清風維里安 還有張惠妹的CD下去做比較 真的非常厲害 聽起來就是很爽啊 像我們耳朵沒有這麼好 一般聽眾啊 幾乎聽不太出來 兩者的差別在哪裡 然後 我真的沒有在一野配喔 但是 你們去聽啦 真的跟原本的那個320的版本 真的有差 所以我覺得這也算是 台灣在今年音樂產業上面 又一次的改變了 就是更加穩固 串流平台上的聽眾 但是有一個小小缺點 就是目前HIFI 就是KKBOX裡面HIFI的音樂庫 還沒有到這麼的龐大 所以如果你是很喜歡 國外歌手 一些國外獨立樂團 或是國外一些比較 非主流的音樂的歌迷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聽到 像這樣子HIFI的音質 但是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很喜歡華語音樂的 那基本上啦 現在出的所有的新歌 還有市面上看到的歌曲 聽到的歌曲 在KKBOX上面都已經有HIFI的音質 可以下去做收聽了 那其實在音樂曲風上面呢 有一個現象啦 我覺得還蠻威脅到 華語音樂的 就是在今年呢 KPOP還有JPOP的收聽 又再更上一層樓了 反正華語音樂的收聽 卻是在下滑的喔 我覺得可能的原因也是因為 日韓方面啊 他們開始陸續開放海外的音樂授權 所以讓大家可以直接在串流平台上面 去收聽這些歌曲 再來就是大家對華語歌曲 我覺得啊 越來越沒有驚喜感了 而且你知道嗎 在今年爆紅的新歌裡面啊 除了本身在網路上 已經耕耘許久的這些新人們 還有他們當然還有一些獎項的加持啊 像是9M88 高爾瑄 池兄 再來呢 就是歌曲本身 它已經遐帶著非常強的話題性 像是因狼人殺而爆紅的五間琴 還有從頑童那邊單費的瘦子 還有好久不見的周杰倫 還有因為電影的效應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就連今年最紅的歌曲 流量最高的歌曲 都是因為去年的戲劇 《想見你》所發行的主題曲 《想見你》 《想見你》 老實說啦 這樣子沒有不好 沒有不好 那一首歌的發行啊 本來就需要很多的元素 或是話題 去促使大家去收聽嘛 但我自己還是會比較希望大家是 主動的去發現這些歌曲 或是多多利用串流平台上 根據你喜好所統整出來的歌單 你真的會發現一個全新的世界 而且你認識的歌手還有音樂也會越來越多 像是我今年非常喜歡的JED 然後糖貓 林洪雨 理想混蛋 特修斯 都是我用這樣子的方式去認識的新歌手 他們的音樂都很棒 很有想法 可能不是這麼的大眾 可是我覺得 卻比主流音樂更能打進我的心啦 所以我相信這個方法 不只是只適用在我身上而已 你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試試看 嘿沒錯 我覺得這就是 今年我大概對於華語 樂壇 或是華語流行音樂上 比較淺的 比較淺的見解啦 就是一樣是在 川流平台上面更加的絕情 然後還有一些小小的無威脅 就是來自各個多元的音樂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是 我知道現在獨立的音樂 獨立樂團獨立歌手 因為川流平台的關係 被大家更知道了 因為有些人以前這些歌手們 可能沒有這麼多的管道 可以去發佈自己的音樂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件好事情啦 就是大家 你看音樂季越辦越多 對不對 經典當然是厲害 但是音樂季真的是越辦越多啊 像是什麼一些爵士的啊 搖滾的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輕音樂的啊 這種音樂節都越來越多 讓這些歌手們 這些團體們有更多的管道 還有更多的舞台平台去發佈他們的歌曲 去展示他們的音樂 我覺得這都是蠻好的一件事情 而且也是在今年越來越多了啦 就越來越多 我覺得這已經是算是一個蠻 蠻平常的現象了 就是哇你今天聽到特求斯 或是你今天聽到唐邦 大家會不會說誰啊 雖然還是可能會有人說 哇誰啊 但是還是已經會有些人說 我有聽過他們的某首歌 我有聽過他們的什麼什麼歌 那這些都可能是因為 我們在串流平台上面 根據這些喜好的歌單 那他們串流平台內部 會幫我們統整出 原來你都是喜歡比較抒情的 那我就把最近比較抒情 比較紅的歌曲 或是一些比較像是獨立樂團 獨立歌手所做出來的抒情歌 都放在這個他們幫我們統整過的歌單裡面 那你去聽的時候就說 原來還有這些歌手 原來還有這些樂團 那你從中就可以從這些樂團裡面去點 然後再去聽他們的專輯 或是聽他們的其他歌曲 因為他們一張專輯裡面可能只有 兩首抒情歌 兩首抒情歌 然後另外幾首可能是R&B 那它就會被分配到R&B的歌單裡面這樣子 所以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我覺得在今年整個 大家沒有辦法出門啊 所以也有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整個的串流平台的收聽量 還有用戶急劇暴增的關係 當然啦 還有我們現在在聽的Podcast 對不對 你們現在是不是都用串流平台上面 聽Podcast 像KKBOX Spotify 還有Apple Google 這些都是串流平台上面的 額外 我不是說額外 複增 怎麼講 就另外一個功能 讓大家來聽他們自己想要聽的東西 聲音我覺得在2020年 其實是佔有蠻重的一個分量 就是聲音的崛起 我們不需要看畫面 也可以好好的來用這些聲音 來滿足自己空閒的人生 這個樣子 那這最後呢 在這2020年的最後一兩天 希望大家好好的跨個年啦 天氣變得非常冷喔 也要注意保暖不要感冒了 那疫情可能 唉 我剛剛才又看到新聞說 英國的那個變種病毒啊 正式進入台灣了 就是熟利這樣子 那可能還沒有這麼快疫情會結束啦 希望好不好 希望趕快結束 真的是拜託天地 就是讓大家好好的過生活嘛 不要這樣提心吊單的 所以同時也很期待啦 2021年會有什麼樣子更多的 華語歌曲跟大家見面 所以這就是今天的Podcast 在2020年的最後這一兩天 我希望可以在30號啦 因為31號大家都去跨年了 應該沒有人想要聽Podcast 或者是 不知道 不知道 反正就是希望大家 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之後的 華語音樂 然後也不要這麼 快放棄華語音樂啦 我覺得有很多很多元的 音樂在等著大家去發現 大家也知道嗎 饒舌在這一兩年 嘻哈在這一兩 這幾年當中 算是被大家廣泛的接受 就是接受程度很高 那 抒情樂還是佔最大宗啦 但是 還有很多像是搖滾啊 這些的音樂都 很值得大家去聆聽 值得大家去 收藏 去挖掘這樣子 所以 希望大家 在 新的一年可以 越來越好 那 我之後 還是會繼續啦 還是會繼續做Podcast 然後繼續分享 更多好聽的歌曲給你們 那 我自己的 新年願望 就是說 在明年啊 我的Podcast 可以蓬勃的發展 我的Podcast 可以蓬勃的發展 不要讓我 只介紹主流的音樂 因為我還是發現 主流的音樂 大家才聽啦 但是 因為你知道 如果有一定知名度 或是有一定的 呃成績的話呢 我其實可以 分享更多 我自己覺得很好聽的 非主流的音樂 或者是更多 獨立的音樂這樣子 那這些音樂之後 都很 棒 棒到不行 很值得大家去 好好的聽 所以呢 嗯 在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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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跟大家說聲 新年快樂 好好的結束這個 2020 然後迎接2021的到來 那我們今天Podcast 就到這邊啦 期待明年 有什麼新的歌 讓我馬上可以來 好好的介紹給大家啊 那麼先這樣子啦 那下次 但是我不敢說下禮拜了 因為我已經有連續兩三次 沒有辦法下禮拜發Podcast 我們下次見 拜拜